我们刚才谈到的这个例子呢,相对来说比较简单,也就是它那几个操作呢,实际上是一个线性变换的,也就是说从一个RDD,然后转换成一个RDD,再转换成另一个RDD就完了。 那么实际上在我们用Spark写的这个程序里面呢,我们最后做成的这个operator graph可以相当的复杂。 那么这就是我们这一页呢,实际上就显示了这样的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复杂的这样的一个部分。 那么我们可以看呢,它可以分为这样的,比如说我们在这个程序里面,首先有一些数据的读取产生一些RDD A,那么A呢可以通过Group By生成这个RDD B,那么同时呢我们还可以有另外的一些数据RDD C生成,然后它通过Map转移到这个RDD D,然后D呢又通过Filter产生RDD E, 然后B和E呢之间又去做了这个Join的操作,那么生成了RDDF。 那么大家可以看一下这样的一个图呢,它相当的复杂,里面有各种各样的这个operator的操作。 但是我们在用Spark写这个程序的时候,我们最后转成的这样的一个图有一个要求,就是这个叫做这个Dag,Dag的意思呢,叫做D呢,是directed,有向的。 A是acyclic,无环的,Gishgraph图。 也就是说,我们这个图不管有多复杂,中间有多少部,我们都希望它是一个有向无环的这样的一个图。 如果产生了环,我们后面的调度就有很多的事情比较,做起来会非常的困难。 所以这实际上就是给大家一个直观的有向无环图的这样一个展示,也就是一个Spark的程序。 我们在Spark,它在真正去执行的时候,它会把RDD之间建立起这样的有向无环图的这样的一个关系, 并且它的调度执行也是基于这样的有向无环图的。 那么我们再介绍一个Spark里面的性能优化技术,就是数据划分技术。 这是一个PageRank的一个算法。 那么它里面有两个,首先我们有两个RDD,一个叫Links,一个叫Ranks。 Links它的内容就是URL和它的Neighbors,就是一个URL我们就可以认为是个网页。 Neighbors就是它相邻的网页,就是和它之间有相互链接的。 Ranks这个URL也是个网页,Rank是一个值,是一个数字,也就是说你的PageRank到底是多少。 那么下面这个循环实际上就是一个迭代的,在这个Links和Ranks这两个通过它们这个集合不断的变换来实现这个PageRank算法的这样的一个过程。 PageRank算法大家应该在学习MapReduce的时候也相对来说比较熟悉。 我在这儿呢就不做过多的介绍,我们这里面主要来介绍在数据划分方面,Spark如何优化它们的数据划分。 那么刚才的这样的一个程序呢,实际上我们如果用Operator Graph来表示呢,我们可以把它表示成Links还有Ranks。 但是因为有迭代,所以我们用这个一些版本,比如01,02来表示这个中间的这样的一些版本的不同。 那么首先呢,这个Links和Ranks呢,它发生了一个Join的操作,生成了一个中间的这个结果。 然后呢,又通过Reduce得到了一个新的Rank。 那么新的Rank呢,又和Links产生了这个Join,又产生了这个一个中间的结果,再进行Reduce。 那么从这个图上我们可以看到呢,Rank这样的一个RDD呢,它会和Links它要做多次的Join,要Join很多次。 那么我们知道Ranks和Links呢,这两个东西呢,它们都是分布在不同机器内存里面的。 它是RDD嘛,对吧,它可能分布在不同的机器的内存里面。 那也就是说,如果我们要Join的,比如说这个UILA,它有这个某个邻居。 A呢,还有另外一些其他邻居,它放在一台机器上,Links,它放在某一台机器上。 而Ranks的呢,这个A0.02,D0.03,这个东西放在另外一台机器上。 当我们做这个Join操作的时候,我们就需要让这两台机器之间有很多的通信。 所以这个的优化呢,数据划分的优化呢,实际上就是这样的一个思路。 也就是说,我们要让有相同URL的Links和Ranks这两个数据集呢,把它们尽量的分到一起,在一台机器上。 这样它们Join的时候呢,就可以避免网络通信。 那么在这个Spark里面呢,还实现了一个,提供了这样的一个接口函数叫PartitionBy。 那么我们可以用来自定义一个数据来划分函数。 因为需要系统知道说,是根据URL来划分吗? 还是通过什么其他的方式来划分,对吧? 那么如果我们有PartitionBy这样的函数做自定义,我们就可以得到很好的这样的结果。 我们来看这个实际的例子。 那么在这个PageRank的这个例子里面呢,如果我们用Hadoop来跑的话, 它的这个时间要花171秒。 如果我们不去做这个优化的划分,而只是基础的这个Spark的话, 我们大概需要这个72秒的时间。 但是如果我们是Spark,再加上我们刚才讲到的这种优化的划分方式, 就是把Links和这个Rank这样两个RDD, 我们想办法把相同URL的这个,把它们放到同样的一台机器上, Link,Rank。 那么我们可以得到很好的效果, 就是它最终的这个性能呢,可以达到23。 可以看到比起基本的Spark, 这个性能呢,又有大幅度的这个提升, 时间大幅度的下降。